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我们到了世界上最著名的埃及法老的帝王谷 为什么叫帝王谷呢? 这里埋葬了从Ramses II到19 所有国王的陵墓都在这里 非常古老 帝王谷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地方 谁也不清楚它的来龙去脉 比较可靠的一个说法呢 是帝王谷始于法老图特摩斯一世 也就是在公元前1545年到公元前1515年之间 首先法老们选择墓地的时候是非常用心的 在帝王谷的下面都是巨大的石头 它们可以开枣进去保存的非常的完好 另外呢在帝王谷的表面都是一些松石 每一次尼罗河泛滥或者是雨季的时候 雨水会把山上面的碎石冲刷下来 所以久而久之啊 整个帝王谷都堆满了碎石 给考古都带来了非常巨大的挑战 右边 然后是Ramses No.4 Ramses No.9 Ramses No.2 Ramses No.2 最后的帝王谷有两个帝王 Ramses No.5和6 Ramses No.1 Ramses No.4 The end of Cordula Ramses No.3 Ramses No.2 Rジャí 开造一个洞穴有的时候不容易 还有不同的工序 第一道工序就是这些人能够把石头凿个洞穴 然后他们所谓的艺术家就进来刻个画的大概的形象 然后还有画家进来把颜色给涂上去 在其他的洞穴很多都是用红色的 如果是错误的话就用黑色的覆盖它 在这个洞穴先用黑色的图画先图画 如果有错误的话然后再用红色的盖过去 所以在这个洞穴当中很多颜色非常的鲜艳 有很多红色的图案 那么图坛卡蒙呢 在它上面还有一个Rameses的其他皇帝的墓 那么导游告诉我们呢 正是由于这样子这个工序完成了以后 他们把所有的乱石堆在这个上面 这么多年以来一直认为这是一个垃圾 这是一个不重视的地方 结果是有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 那么他们发现了这个墓 所以的话这个墓是目前为止 保存最完好的5500多件的古董 所有的都保存下来了 墓 向盈人斯寺美之旅 到最后出版 第一次视频 的拍片 里面是这个拍片 哦 像老师 里面的拍片 《Raiders of the Lost Ark》在这里 认为和声明知道 在那里面是这个拍片 这就是这个拍片 还是这个拍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非常有意思啊 在这个墓当中 是Ramses从1一直到11 但是第8个墓一直都没有发现 也许可能就在我的脚下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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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